大地震没有把我们震爬 大地震没有把我们指令 震下去 咱们山上都一样好不好 好 他是全国最不务正业的校长 别人都在狠抓成绩的时候 他却对着教学楼悄悄打打 别人在给学生补课的时候 他却带着学生搞避震演习 为此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投诉 但是在08大地震来临的时候 他仅用了1分36秒 拯救了全校2300名师生的性命 他就是绵阳市桑枣中学的校长叶志平 叶志平在师范学校毕业 刚毕业就来到了桑枣中学 开始做实习老师 当时学校还只有300人左右 所以叶志平就像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班 并没有固定的科目 并且当时学校还是十分简陋的 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 可在叶志平入职的第5年 学校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拨款 准备建设一座大点的教训楼 可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好点的施工队都不愿意来干这个 不挣钱的工程 无奈之下 学校只请到了一个小施工队 两年之后才顺利将教学楼盖好 可惜这个教学楼的质量 只能用糟糕来形容 教室里的灯泡质量差不说 就连最重要的承重墙里 都是一些烂纸箱壳子 这样的教学楼 没有一个人敢搬进去 1995年 叶志平因为优质的教学质量 成为了桑枣中学的校长 而他当上校长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重新整顿这座教学楼 他曾多次跑到征服软磨硬泡 才拿到了一些整顿费 拿到钱之后 他就直接找到专业的建筑公司 让他们将承重墙重新加固 尽可能的将教学楼的安全系数提高 他还将教学楼的承重柱 再次灌入水泥 将原本只有37厘米的空心承重柱 改成了50厘米的实心承重柱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就将施工这些事情 放在寒暑假去完成 为了让教学楼的质量更高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向上级申请批款 然后来修建这座危险的教学楼 当时还有很多家长和老师 说他不务正业 好好的一个中学校长 应是让叶志平干成了建筑公 可面对这些话语 叶志平根本不放在心上 因为他现在满脑子想的 都是怎样让孩子们在这里上学更安全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学校的校长 不仅要对自己的学生负责 同样也要让学生的家长放心 他被所有人称为最不务正业的校长 且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 拯救了全校2300名师生的生命 创造了1分36秒的逃生奇迹 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叶志平将学校的教学楼加固之后 就开始重视学生的安全 他经常会组织老师 定期展开安全知识教育 从2005年开始 他就开始动员全校师生 展开疏散演习 每周一小练 每月一大练 当时全校2300名师生 怎样疏散 疏散路线是怎样的 他都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 甚至每个班级 都有着固定的疏散路线 并且他还要求 二楼和三楼的人跑得快一点 而三楼以上的人 则是不能跑得太快 以免楼下造成拥挤的现象 叶志平不光是训练了学生 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 因为楼梯拐角容易发生踩踏的现象 所以每个老师 也都有自己固定的站位 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疏散学生 一方面是有人摔倒 老师可以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此时学校的师生 都已经将低震时 应该怎么做烂熟于心 真的是每一个小细节 都做到了滴水不漏 但是面对叶志平这样的做法 让很多学生家长都不乐意了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送孩子来上学 是为了学习知识的 而不是整天演习着 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的安全知识 甚至还有不少的家长 当着叶志平的面 说他就是不务正业 而叶志平面对这样的指责 也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在后面的时间里 还会抽出时间来做防震演习 很快 时间来到了2008年5月12日的下午14时 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学生 突然感觉到了一阵摇晃 大家很快就意识到 是发生地震了 尽管众人心中是害怕的 但他们依旧按部就班的 按照之前演习那样 跑出教学楼 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 叶志平正好在外地开会 他知道学校刚才经历了地震之后 双腿都在发软 叶志平用最快的速度坐车回来 当时靠近安县的时候 旁边全是倒塌的建筑 因为桑枣中学中的建筑 也是老式建筑 所以叶志平很难不往坏处去想 全校2300多名师生 这也意味着 有着2300多个家庭 这种危险时刻 自己竟然不在现场 不禁让叶志平自责了起来 大理人没有把我们震爬 大理人没有把我们指令 震下去 咱们山上都要 跑不跑 好 他是全国最不务正业的校长 因为当别人狠抓成绩的时候 他却对着教学楼悄悄打打 带着学生们搞避震演习 为此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投诉 但是在8.0大地震来临的时候 他仅用了1分36秒 拯救了学校2300名师生的性命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 叶志平刚好在外地开会 等他得知消息赶回学校时 就看到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 好好地在操场上站站 而学校老师看到叶志平回来之后 带着哭腔向他汇报工作 听了这话的叶志平也是十分欣慰 正是因为他之前坚持不懈的防震演习 如今地震这个猛兽来临的时候 才创造了这1分36秒的逃生奇迹 或许这时候叶志平可以十分骄傲地告诉孩子家长 我们无一人伤亡 地震之后 叶志平又投入到了重建的工作中 因为地震导致很多人没有地方住 他就组织大家一起搭建帐篷 没有吃的 他就带领着大家一起烧锅做饭 叶志平除了忙碌学校的事情之外 还当上了志愿者 一有时间就会帮助大家搬运物资 即便是这样 叶志平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因为当时距离中考的时间很近 他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 在食堂中办起了临时的补习班 甚至还会自费打印学习资料发给学生 当时家长都被感动得一直向叶志平道谢 叶志平还被称为最牛校长 他的一生都在为学校付出 基本上都没有给自己放过假 即便是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他依旧选择留在学校 一天晚上回家之后 妻子见他的状态不好 就让他先去休息 没一会儿 叶志平就在家中晕倒 送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 叶志平是脑溢血 突然发病的原因 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休息导致的 再加上人年纪大了之后 就很容易患上三高 所以叶志平整天的劳累 其实就是在慢慢透支自己的生命 这时家人想着 等叶志平醒来之后 一定会劝他在家好好休息 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医院治疗了二十几天的叶志平 最终被宣布死亡 幸运的是叶志平去世的时候 是婚姨的 这也意味着 他是体面的离开了 没有遭受到很多的痛苦 57岁的罪牛校长 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转眼 已经是十几个春秋 但无论时代怎样改变 叶志平校长创造的奇迹 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也不知 我们在岸头 到岸头 我们在岸头 在岸头